今天很奇怪我刚看完一个投稿 站起来倒了杯水 再回来死活找不到那个对话框了 这个故事蛮有意思的 说这个哥们儿是个警察 21年4月份还是7月份就接了个警情 说有一小区 有人跳楼叫他们赶紧过去 当时正赶上特殊情况 当地警力不足 两个人就出警了 为了好称呼 投稿的哥们儿叫强子 同事叫小A 到了这个现场 一个男的站在七楼阳台上 这个强子也是比较有经验的 当时就把那个喇叭给小A了 让小A语言上劝解一下 陪这个男的说话拖延时间 强子就自己上车 给弯弯奈打了个电话 让他们赶紧过来 因为弯弯奈有那个充气的垫子 可以在下面接着 但等强子打完电话下来 就准备和小A一起开导那个男的 这个时候就听到小A正在喊话 说你们两个别想不开 夫妻之间有什么事不能解决的 别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搞得后悔一辈子 强子一听 说这个小A劝人还挺有一套的 就没有打断他 让他继续说 但这个小A各种说辞 说了快十分钟了 那个男的还是一言不发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这个时候弯弯奈过来了 那么第一时间把电子摆好 开始充气 然后就有一个中队长 就拿着那个望远镜 观察楼上那个男的 看了一会儿就招呼强子 说强哥 这人什么情况 眼睛一直闭着也不动 强子当时就怼了一句 说估计他恐高 不敢睁眼吧 顺便就抢过来望远镜 看了一眼 确实很奇怪 这个男的一直闭着眼睛 身体也不动 那么既然弯弯奈来了 电子也弄上了 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所以这个强子当时 也算是出了口气 好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 小A跑过来了 跟强子和那个中队长就说了 说这个电子 能承受两个人吗 中队长说 这不好说 说你问这个干嘛 你要上去陪着他一起跳 小A当时就震了一下 就讲说 那不是两个人吗 估计是两口子 这话一说 强子和中队长都懵逼了 说你哪个眼睛看到两个人的 那不就一男的吗 这个小A又往上一指 说你们看不见 那个男的旁边 站来一个穿绿色漆袍的女的 这个强子和中队长对视了一眼 又拿起望远镜看了看 随后把望远镜递给小A 说你看看眼花了吧你 但当时这个望远镜 还没有递给小A 就听到小A 哇操 喊了一声 上面那个人就下来了 砰的一声 落在垫子上 这个队员们 还有强子 小A还有中队长 都冲上去了 一看人没事 但奇怪的是什么 那个男的一脸懵逼 跟刚睡醒一样 说 我怎么在这儿啊 我刚刚不是在屋里睡觉吗 旁边的人呢 就叽叽喳喳各种说法 说什么你别是梦游了吧 你个年纪轻轻的 你自己不是找事吗 什么事解决不了 非得搞这个 那这个时候呢 小A就很紧张 把强子拉到了一边 说哥 你信我吧 强子就说怎么了 今天这么奇怪呢 你 小A他讲说 刚来的时候 他就看到上面是两个人 所以劝的时候呢 一直以为是两口子吵架 就往那方面劝 也是因为这个 去问店子能否承受两个人 然后那个男的下来的时候 他看的清清楚楚 是旁边那个绿旗袍的女的 用手啊 在后面 推了他一把 他才下来的 这一说呢 这个墙子啊 有点懵 毕竟呢 也听过很多玄乎的事 就说了 说你先别说了啊 咱先回队里吧 现在特殊情况 别录呢 咱也不做了 他去招呼那个弯弯奈 让弯弯奈那边呢 搞一下善后 然后呢 就安排小A先上车 他去跟那个中队长 对接了 好了 事情交代完 墙子开着车 小A坐在后排 那开着开着 墙子觉得不对 怎么小A今天一句话都不说了 难不成给吓到了 就找话说 说这个小A啊 把车后面放的烟给我拿一包 小A没有动静 墙子又重复了一遍 说让你拿包烟啊 你没听到啊 小A还是没动静 这个墙子呢 就一回头正准备开骂 结果差点下尿 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这个小A把头伸到他旁边了 墙子气的是一脚 把这个刹车给踩住了 张嘴就骂 你他妈有病吧你 这个小A呢 还是没动静 表情呆滞的盯着墙子 把墙子盯着都发毛了 墙子也不敢骂了 这就是说这个小A啊 你有什么事 你说啊 别吓唬哥 这个时候啊 小A终于说话了 谁叫你们坏我好事啊 墙子一听 完了 今天他妈飘哥说过啊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怂 上去呱呱呱呱呱 几个大儿呱子 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一边删是一边骂 我叫你狂 我叫你得瑟 跟老子搁这玩呢 好 直接删到小A哭了 说哥 你删我干嘛呀 墙子这才出手 说删你干嘛 一会你就知道了 给我做好了 油门一踩 直接开回队里了 好 等到了队里 小A呢 还是一脸懵逼 这个时候呢 墙子就说了 你去把行车记录仪 拿下来看看 他们这个车都是队里的车 车里都有行车记录仪 带GPS 还带那个车内录音 这个小A拿下来一听 自己差点吓尿 赶忙解释 说哥呀 我一上车就困了 想着瞇一下 结果醒过来 你就得删我 再说了 我一大小伙子 你觉得我能说出那种 娘们儿枪吗 你说我咋办呀 这不会太上事吧 这个墙子呢 当时就叹了口气 最后啊 语重心长的 拍了拍小A的肩膀 说小A 我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是为国家 为人民办事的 什么妖魔鬼怪 感动我们 记住三个字 正能量 事实证明 墙子说的没有错 小A和他后面 也没碰到什么怪事 所以说 宝子们 记住 三个字 正能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